这是我见过最狠的男人 他拎着公文包来到丈母娘家 只为了给自己的丈母娘打一针 丈母娘嘴上说着不好意思 身体却老老实实地脱掉了上衣 只见她的乖女婿突然面露猙獰 一针就狠狠捅在了丈母娘的眼睛里 很快 丈母娘就双腿一蹬隔屁了 老崔年近五十 经营着一家整容医院 虽然她事业有成 生活优渥 但是她毕竟已经步入中年 难免在有些方面力不从心 再加上她娶了一个年轻貌美的美娇娘 尤其最近隐隐约约察觉到自己的头发有点绿 难免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忍不住对自己美娇气发火 为什么最近对自己越来越冷淡 直到这一刻 老崔还在幻想自己的妻子向自己坦白直言 妻子也是心机深厚之辈 不仅任由老崔对自己发火 还若无其事到门口送老崔去上班 意识到自己刚才自己态度不太好 老崔主动握着妻子白嫩的小手 随着妻子表面上还笑呵呵 可是右手紧紧撕扯自己的裙脚 很显然妻子已经对老崔非常厌恶 眼看着老崔的汽车渐行渐远 想起一大早上的过得这么不愉快 妻子决定开心开心 她熟练地点了根滑子 随后就迫不及待地拿出手机 给老乡好小王打电话 我现在在家很无聊 你赶紧来家里坐坐 没过多久 帅气的老王就驱车上了门 一见面 一个年轻力壮一个酒汉未娇 瞬间两人就交织在一起 一脸阴沉的老崔去而复返 只见他轻手轻脚地上了楼梯 悄悄推开了卧室大门 白花花的一片简直亮下了老崔的眼睛 手都不自觉地颤抖起来 舒可忍审不可忍 转身拿了一把大锤子 想要洗刷自己的耻辱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 门铃忽然响了 拎着锤子的老崔只能打消念头 从后门先走 而妻子则一脸警惕地看向门禁屏幕 来人正是老崔的丈母娘 见女儿迟迟不来给自己开门 丈母娘干脆自己输入密码开了房门 正好看到小王从后门溜走 丈母娘大叫一声还以为是小偷 却被妻子拦在客厅 丈夫娘心里神会知道自己的女儿出轨了 妻子面对自己的母亲的指责 不以为然 反而认为自己这么做就是因为老崔的原因 现在觉得老崔又老又丑脾气又怪了 当初贪图老崔的家底时候却一抛而空 毕竟是自己的女儿 丈夫娘最终还是选择了帮妻子演示 另一边穿上裤子的小王 只是想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完全没有注意到老崔的车一直跟着自己 两人一前一后同时来到地下停车场 老崔拎上锤子就挤上电梯 望着对方脖子上的草莓衣 老崔恶从胆边生 轮起锤子就想动手 就在这时 电梯门却忽然打开 小王竟直走了出去 原来小王是某家健身房的经理 对方是年轻体壮 自己年老体衰 老崔最终耸了 只能灰溜溜地回了医院上班 他心中的郁闷之气却越积越深 就在此时 护士长通知他有名客人指明要他操刀 心情尚未平复的老崔 甚至在帮客人动手术的时候 竟然将女客人看成了妻子 妻子充满嘲讽的语气 更加让老崔怒火中烧 沉迷幻想中的老崔伸手狠狠掐住了客人的脖子 一旁的护士长和助手赶紧上前阻拦 逃过一劫的客人对其老公哭诉 刚才里面的医生想要杀死自己 客人的老公得知自己妻子的遭遇后 狠狠揍了老崔一拳 这才把老崔给打醒了 自知自己情况不对劲 老崔赶忙自己打了一针镇定计 护士长长见老崔情况不对劲 主动进行劝慰 老崔反而觉得对方是在看自己的笑话 骂跑护士长后 老崔拎着公文包便提前下班了 另一边 小王正在亲切辅导学员训练 前台告知他 有人来找 来人正是丈母娘 丈母娘二话没说就狠狠甩个耳光 随后警告小王离自己女儿远一点 这一幕被老崔瞧个正着 刚到家不久后 丈母娘就看到老崔不请自来 不禁有些做贼心虚 但还是若无其事地将老崔请进家门 结果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等老崔忙活完已经到了晚上 他手中不仅提桌手提包 还拎着一个黑袋子 妻子早早就候在门口 面露微笑地欢迎老崔下班 老崔看起来心情也不错 还让妻子烹饪好自己刚买的鲜肉 他为老崔做了一大桌子的菜 并将刚才的鲜肉切片烤着吃 鲜肉烤得香气四舍 热情的老崔让妻子先尝一口 眼见妻子吃了一口后 便督促他趁热吃完 对此一无所知的妻子吃了个精光 看到这一幕的老崔露出变态的笑容 妻子见此非常惊奇 连忙询问老崔 这是什么动物的肉 为何这么好吃 结果老崔却应笑着告诉他 这是你妈妈的肉 是从你母亲的身上一块一块切下来的 说话间又从黑袋子里拿出一只耳朵 直接丢到了烤炉上 看着耳朵上无比熟悉的耳钉 妻子感觉胃部不停地翻涌 扑到厨房就吐了起来 老崔一脸快意地喝了口红酒 拎着瓶子走了过来 在老崔的心中 丈母娘明知道女儿偷人 却不告诉自己早就死有余 妻子吓得步步倒退 拔出一把刀防身 手无腹肌之力的女人 哪里敌得过 现在早已经陷入疯狂老崔 她静止走上前 举起酒瓶砸了过去 妻子瞬间被砸到在地 觉得不解气的老崔拎起凳子接着砸 随即像拖拉机一样 将其拖到了地下室 一日 发泄完的老崔若无其事地继续上班 似乎一切都已经恢复了正常 一名慕名而来的女客人 主动要求老崔给她手术 她想做个丰胸手术 躺在手术台的女客人还在畅想着手术后自己美丽的样子 老崔面对微笑她扎上了麻醉剂 看着手术台前躺着的大美人 老崔一脸诡异地看着她的脸蛋 嘴里喃喃着 你真的好美 就像一朵花 这边忙完自己护理工作的护士长接到了前台的电话 她说老崔去了手术室而且非常奇怪 在一个女客人身上乱话 不知道要搞什么 走进手术室的护士长也对眼前的一幕大吃一惊 女客人的全身都被画了奇怪的符纹 意识到不对劲的护士长警告老崔立刻停止她的手术 中毒已深的老崔不以为然 护士长怒火冲天地跑回了更衣室 一边收拾东西 一边拿出电话报警 身后的更衣室的大门突然被打开 老崔举着一件重物走了进来 护士长刚意识不对劲 就被老崔狠狠拍在了她的脑袋上 干掉了烦人的的护士长 老崔若无其事准备继续手术 就顺着刚刚画好的纹路切下去 加上刚才耽误的时间 女客人的麻醉时间快到了 而且此时还在不断大出血 老崔却没有丝毫抢救举措 女助手见此一幕吓坏了 她实在做不下去手术 已经走火入魔的老崔已经进入顺我者生 逆我者死的疯魔状态 女助手被一刀割喉 听到动静的前台敲响了手术台的门 却被老崔严厉地语气呵斥退了 女客人最终也因为老崔的肆意乱胃死在了手术台 前台在准备收拾手术室时发现惨死的同事 刚走出准备报警时被老崔撞见 强烈的求生意志让前台不断想办法自救 她趁着老崔不注意 用灭火器朝着老崔眼睛喷洒 并狠狠朝着老崔的脑袋来了一下 前台成功趁着这个空隙逃出升天 另外一边 一直练习不上妻子的小王偷偷溜进了老崔家 此时地板上还带着血痕 顺着痕迹小王一路来到地下室 原来老崔并未杀死妻子 而是在妻子的脖子上扎针 他要用妻子的鲜血浇灌鲜花 让妻子在无尽痛苦中死去 这边接到前台的报警的警察终于赶到 却在医院里扑了个空 随即又赶到老崔家 此时老崔躲在一旁默默注视这一幕 妻子也从昏迷中苏醒 从最初的慌张在小王的安抚之下也安静下来 此前的一番操作也把老崔累坏了 他赶紧给自己扎了一针TT绳 到了深夜有点疲惫的小王打算放水 与此同时老崔溜进了病房 给妻子注射了神经药物 等小王回来后 发现妻子不断抽搐 口不能言 趁着小王的注意力全部在妻子身上 老崔不讲伍德从背后偷袭 也给小王扎了一针 药效生效非常快 老崔趁着小王昏倒 他将其活活踩死 但这一切并未结束 老崔又拿出手术刀在妻子脸上笔划起来 妻子在老崔的操刀下变成面目可憎的怪物 吓得其他人还以为是鬼 等到姗姗来迟的警察 老崔早已经逃走 早已经杀红眼的老崔还顺路干掉了一个流浪汉 给他搜身后找到了身份证 完事又给自己毁了容 一年后 崔医生成功在整容医生精湛的技术下 顶替了流浪汉的身份继续活下去 他看着镜子里自己崭新的面孔 得意地笑了出来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